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y 我是Eric 大家好 我是阿樂 大家好 我是Loya 我們是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一年級的學生 其實我們是夜間學生 很高興今次我們在課堂以外可以參加這個分享會 今次很開心我們五個同學一起去插畫一個分享會 我記得當中你和Eric是擔任一個一開場的思議 裏面有什麼趣事和經驗可以和我們分享 我們一開始由五個個體成立一個團隊 到整件事的規劃 之後討論分工 之後整個過程我覺得都是一個好的經驗 我們一開始就會有個分工 因為時間很短的關係 我們就會在早上要上班 晚上的時間我們就會大家談一談 究竟怎樣去安排這件事 包括由一開始我們要安排一些作為 安排整個嘉賓的流程 包括我們怎樣去送贈的禮物 以及最後的問答環節 那整個過程下來 我們都其實在整個分享會是很成功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分享會裏面 我們學到很多不同的技能 包括我們的組織能力 怎樣去分工合作的同事 又可以體現到我們整個分享會的一個內容 另外的就是我們的團隊精神 因為剛才說到的分工合作 因為時間非常闖瀉 在裏面我們怎樣去把握時間去做好分配 因為工作上也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當我去想 就是要為一些學生要去想一想 究竟這次的分享會的時候 應該要去有些什麼的內容呢 我就在想 在這個分享會裏面的時候 我們的學生對象 既有是來自會展 亦有一些是來自零售業的 如何能夠讓它更加可以去貼地氣 了解澳門的需要 了解在香港 或者以至國際上的需要 另一方面就是在這個分享會裏面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現場的教學 怎樣能夠讓學生 能夠藉著這個分享會 能夠更加可以去認識 能夠去做整個當中的一個策劃呢 在這次裏面的時候 非常高興 IFD 能夠給一個好的空間 給一個老師 亦都可以跟一些學生一起商討 這次的一個分享 可以設置上一個分享 在這個分享裏面的時候 學語裏面就問 在當中 老師你是不是做這個MC 我經常想這個這麼好一個機會的時候 能夠讓學生 能夠可以做一些整個組織的策劃呢 因為這次也是一個很好的課堂 實踐的機會 當我向這些學生 提出一些建議的時候 非常高興 讓學生非常積極 希望能夠去參與當中 有五位的學生 亦都去報名去參加 這一次的一個分享 當我去想這一次的分享的時候 既邀請一些在業界裡面 既熟悉澳門 亦都熟悉香港的一些零售業 一些金融業的人士之外 亦都能夠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讓學生能夠親自去謀劃 親自去部署 也都親自去推動 這一次的分享會 我覺得這個分享會 他們用了很多的功夫 既然當我們完成課堂之後 他們都一起去想一想 整個分享會裡面 要怎樣組織 怎樣讓整個分享會的氣氛 能夠好一點 怎樣讓學生能夠更加 可以參與在整個分號裡面 很高興 今次的分享會 五位學生就像五位的明星一樣 能夠在分校會裡面 可以各手在不同的崗位裡面 去表達出他們想去表達的東西 亦都能夠可以組織 他們想組織的一些內容 完了今次的分享會之後 聽回很多學生的意見的時候 大家覺得今次能夠學有所用 所以其實在當中的時候 我很記得有一句說話是這樣說的 他說當你遇過的人 走過的路 讀過的書 將會註定你的人生格局 IFT將會開錯你人生的另一個格局 亦都希望能夠約到更多的同學 藉著IFT這個教育邊 能夠提升自我 提升自己的能力 將來能夠更加可以回報社會 到處都在看 會聽到 那麼會拿大學